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马里奥凯球,随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落幕,球迷逐渐从这场体育狂欢中走出来,而再次相遇世界杯,相信是全世界球迷的憧憬。 而中国国族的战绩不佳而遭受了广泛论论的声讨。最近据体盘周报记者马德新报道,中国再次有意申罢2030年世界杯,但此事却遭遇了不小的难题,由于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分别将在卡塔尔和北美举行。 这样,按照规定,加州和北美将不得举办2030年世界杯,这或许是中国申办的最大限制条件。 据悉,早在2015年中国族协就向国际族联提交了申办世界杯的相关文件,但是据透露,国际族联表示,如果中国想要举办世界杯,国际族协要提交政府线文件,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中国族协的范围, 据马德新透露,中国举办2030年世界杯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。据悉,国际族联会表决2030年世界杯的举办地,如果此次表决没有产生有效的举办地名单,亚洲国家将会重新获得申办资格。 在另一方面,南美国家如阿根廷,乌拉圭及巴拉圭已经提交联合申办3030年的申请,另外,亚洲还有韩国日本等竞争对手,中国足球水平落后于欧洲及南美。 而就此许多球迷呼吁,希望国际族联不要以足球水平来决定申办地,应该考虑球迷的热情。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,别说,2030年世界杯,如果能够争取到2034年的世界杯,举办全就很不错了。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,举办全就很不错了。